這項調查由今年4月9日開始直到5月2日截止 訪問了超過1900名本國僱主 調查發現兩成三的受訪者說 會在今個夏天聘用商的職員 5%的受訪者說會裁員 其餘的說會維持目前的狀況不變 經季節性調整後報告顯示 本國有招聘意向的僱主 在今個夏天增長了1成2 比當前季度的整體數字低了1個百分點 亦比去年同期下跌了4個百分點 由各個行業來看 採礦、公共事業、運輸、金融、保險 以及房地產業的招聘意向偏高 而製造業、建築業、教育和服務行業就低於平均值 由全國各個省份來看 灰省有16%的僱主或會在今個夏天招聘新人 數字為居各省之首 而安安省和大西洋省份 都以10%和9%下跌 唯一 3 感谢观看